今天来折腾一下群友的这个八盘位的这个NAS 那群友的这个要求就是比较硬核一点的玩法了 它不需要这个软锐的 它需要在里面加一个这个SARS卡 然后来组这个硬锐的 同时呢在扩展这个万兆网卡 让这个传输的速度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值 为什么要用这个印证链的好处呢 我就不必多说了 为了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和这个群友已经相互远程折腾了好几天了 其实装这个SARS的阵列卡并没有什么难度 重点是群友用的这个是一台黑群灰 也就是这个群灰的这个NAS系统 那想在群灰的NAS系统里面来识别这个SARS的阵列卡 在官方的这个扩展列表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可查询的资料就相对空白 那就只能靠测试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方案 机箱我们肯定用的是这个万尤的八盘位的机箱 因为它后面它有这个原装的这个SARS的背板 那我们只要替换它的SARS背板就可以 所以这里就准备了这个SARS的背板 还有SARS的线 然后还有两块10T的这个SARS硬盘 同时准备了这个SFP的这个万兆网线和万兆网卡 然后还有一块这个SARS的这个阵列卡 然后还有两个英特尔的SSD的硬盘 这块就是我们单独购买的这个SARS的背板 然后还有这个SARS的这个数据线 这两块是10T的这个SARS硬盘 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就是日历的这个氦气盘 非常的具有这个性价比 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海淘这个盘 这个万兆网卡和这个SARS的阵列卡 那稍后呢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的这个型号 这两块SSD是放在普通的那个SATA盘位的 当然这两块SSD也可以用来做缓存使用的 这个万兆网卡是关口的 它的这个型号列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传输的这个速率是实际的 它在群晖系统里面是免区的 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这块万兆网卡也相对的比较便宜 所以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块万兆网卡 接下来就是这个SATA的这个阵列卡 那这个阵列卡我们不确定群晖里面是否可以使用 它的这个型号就是93618i 传输的速率是12GB的一块阵列卡 首先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机箱 原装的这个SATA背板 给换成这个SARS背板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拆这个机箱 把外壳拿出以后呢 底部还有四颗螺丝 我们要取掉 拆卸的过程我就不详细演示了 拆卸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螺丝非常多 那拆完以后呢 后面的这个背板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它的这个背板实际上是两块四盘位的背板 来组合成的 然后我们的SARS背板只买了一块 所以就只用替换一边 在替换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SATA背板和SARS背板有什么区别 从接硬盘的这个接口来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因为这个SARS的这个接口 它是向下兼容这个SATA接口的 可以理解成这个SATA接口实际上是SARS接口的一个子接口 这一面的接口就有区别了 那SARS接口它就是miniSARS接口 然后这个SATA接口它就普通的这个标准的SATA接口 然后SARS接口的这个它的传输速率是12GB的 那普通的SATA接口 那就只有6GB的传输速度 现在我们把它的这个SATA背板给替换掉 那替换以后呢 它原来的这个SATA线那就用不了了 那我们替换以后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SARS线 那这个SARS线就直接插在后面 另一端就直接接这个SARS的这个阵列卡 那然后这个阵列卡 然后再插到我们的主板的这个PCIe的接口上 这样就连接好了 现在我们加上主板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在群晖的系统下 能不能完美的识别到我们新家的这些卡 当进入系统后呢 我发现它的这个万兆网卡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识别的 但是SARS的阵列卡是完全没有识别到 看来这块93618i这块SARS卡 在群晖的系统里面是无法识别的 那就只能借助摆就查询一下了 有人说这个92118i这块SARS卡 在群晖系统里面是可以完美识别的 那群友就毫不犹豫的从嫌疑上淘了一块 然后寄到我这里 92118i这个SARS卡其实有一个不算缺点的缺点吧 就是它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只有这个6G 就是和普通的这个SATA的接口速率是一样的 当我上机测试以后呢 群晖系统同样也没有识别到 92118i这张SARS卡 就连这个BOSS里面都没有识别出来 然后我就用手摸了一下这张卡 那它是完全没有这个温度的 像之前那款93618i的那张卡插上几分钟以后 那它就变得非常的汤 92118i这张卡插进去以后呢 几分钟以后呢 它都是完全没有温度的 所以我判断这张卡应该是一张坏的 所以我们就果断把那张卡给退了 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一张说是可以免驱的这个SARS卡 那这张卡的话呢 比那个9211它要高一个档次 那它就是93118i 这张93118i我们比较满意的 就是它是一张12GB的 传输速率在12GB的一张卡 然后我就先上机来测试 在这个群晖的系统里面是已经完美可以识别到了 这样的话呢 我就进入到这个BOSS 然后组这个InRAD 那为了测试它的这个极限速度 那我肯定组的是这个RAD0 在组这个InRAD的时候 这张卡也是比较坑的 那也是坑了我们一天 就是这张卡我们进入到这个BOSS界面 需要把这张卡的这个BOSS的这个传统模式给关闭 不然你一组RAD的话 它就会卡死在这个BOSS界面 接下来我就来演示一下 教大家来组一下这张卡的这个InRAD 首先进入到你的这个BOSS的高级界面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张SARS锐的卡的这个信息 我们直接点击它 然后点击进来 进来后呢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它的下一个层级的菜单 进来后呢 我们选择第一个选项 再进来 这里我们先选择它的第二个选项 来修改一下它的这个BOSS的引导模式 它这个传统的这个BOSS引导模式 我们需要把它关掉 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掉 不关掉会卡死在这个BOSS界面的 关闭以后呢 我们点下面的应用更改就可以了 然后返回到上一个层级 现在我们就可以选择下面这个选项 来组我们的这个InRAD RAD模式这里就可以选择RAD0 RAD1 那为什么只能选择这两个呢 是因为我只有两块硬盘 所以就只有这两个模式可以选择 如果你有三块硬盘 那你就有RAD5可以选择等等 这里我测试这个极限速度 我就选择RAD0 然后选择Y后呢 我们选择下面这个选项 进入到这个菜单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 我们组的这个模式是一个RAD0 然后它的硬盘的规格是SARS硬盘 然后还有看到我们两块10T的这个硬盘 那现在它处于关闭的状态 我们点击把它给开启 两块硬盘我们都要开启 开启以后呢 下面的这个应用更改这个选项 就可以选择了 然后我们就点击这个应用更改 然后再选择这个选项 在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也是要把它给开启 现在我们就可以选到yes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点回车保存一下 出现这个OK以后呢 我们点确认一下 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硬锐的0 就已经组成成功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到下面的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组的这个RAD的这个信息 点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组的是RAD0 然后它的这个总容量是18个T可以使用 最后我们保存一下 你的这个BOSS的信息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系统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连接的是这个万兆网卡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硬盘 那我这个硬盘的话 我现在放的是7盘位和8盘位 两块硬盘 由于我在这个BOSS里面 已经组了这个硬锐的 所以它就在这里只显示了一个盘位 我们点到下面的这个选项 大家看一下 那它现在的这个容量是18.2T可以使用 那就是一个RAD0的一个容量 现在我们来为它创建一个存储空间 由于它在BOSS里面已经是存在了一个硬锐的0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基本的这个模式就可以了 选择基本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18个T可以使用 只需要点击一直下一步 然后直到它这个完成它的这个存储空间的建立 现在我来建一个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命名为123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个传输速度到底是有多快 建立好以后呢 我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通过这个AFP的模式来连接到这个文件夹 AFP模式在万兆网卡的连接情况下 是传输速度最快的一个模式 现在我的电脑已经连接到了这个123的这个文件夹里面了 然后打开这个硬盘测速的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选择123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到底是有多快 基本上在这个硬锐的0的情况下 然后通过万兆网卡来读写这两块硬盘的话 它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在400兆 甚至到500兆左右每秒 那到后面它会有一点点的掉速情况 但是还是可以稳定在400兆左右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两块硬盘 我们就不组这个硬锐的 我们就组这个软锐的来试一下 没有了这个SaaS卡 所以它现在就已经识别出了两块硬盘 那7盘位和8盘位 现在我们就用群辉原生自带的这个软锐的来组一下 那么我们同样还是组这个锐的0 那这里就选这个锐的0 然后勾选上我们这个10T的两块亥气盘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锐的0给组好了 这里的这个名称我就取一个234 同样的使用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选到这个软锐的0的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现在我们来测速看一下 反而我会发现这个软锐的这个速度比那个硬锐的的速度还要快一点 而且还比那个硬锐的的那个速度还要稳定 硬锐的还会有一点点的掉速情况 这个软锐的它的这个写入速度都基本上保持在500兆左右 那读取速度基本上就是在400兆左右 实际上软锐和硬锐锐在传输的速度上都差不多 从稳定性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现在的软锐锐已经做得非常的稳定了 家用来说的话一般用软锐锐已经非常足够了 除非你像这个群友一样的是一个极客玩家 非要上这个SARS的这个硬锐锐锐 并且你是在这个群晖系统上来上这个SARS锐锐锐锐的话 那我就推荐大家用这款 我们测试了这款93118i的这款SARS阵列卡 因为这张卡它可以被群晖系统完美识别 并且它还是一个12GB传输处理的一张阵列卡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10T的这个氦气盘 不是说一定要用在这个SARS的阵列卡上才可以使用 那就像万有的这个机箱 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使用这个SARS硬盘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把它的这个背板 换成这个2.1的背板 因为这个万有的机箱8盘位的它有两种背板 一种是1.1的一种是2.1的 那1.1的是完全识别不到这个氦气盘的 那就是说你要用这个氦气盘的话 一定要换成那个2.1的那个背板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了那这期的这个视频就演示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